在活生灾难时我们会怀疑 人们会怀疑什么 几种怀疑者 第一种是没有兴趣的怀疑者 他怀疑但没有兴趣知道真是什么 真是有这种人 希望你们不是这种 第二坚持己见的怀疑者 他怀疑但已经决定没有神 耶稣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作出来的 是哄人的 他坚持了 有时你可以这样跟别人说 我听出你心里已经立了 这个世界一定没有神 一定没有天堂 你肯不肯定这件事呢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这类 所以你可以用这类来回答他 我听出你心里已经坚持 所以他决定了这个世界是没有神 没有天堂 你肯不肯定真的没有天堂 那你就去向他那句说话来回应 第三 有些信了不肯跟从 这个很多基徒都是 即是信了 但是不肯听神的话 这样的时候 神也在生命中做不到功 不能够发挥神的恩典 第四 就是真诚的怀疑者 他会想找到真理 当他找到神 他就愿意相信和遵从 我希望大家就是这一种 在启示六十六章九节 就讲到世界会人灾难的时候 这里就是圣经讲到 现在全世界变烈 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启示六十六章九节 人被大热所敲 就舍毒 那有权 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及神 这个讲到很热 将来很热很热 但是那些人悔不悔改 他不悔改 不过这句说话 不是一定说 全世界所有这么多人都不悔改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不悔改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应不应该跟人说 应该 当世界约翼 敌基督出现 你应该跟他说 应该 但是有很多人拒绝 很多人拒绝 你应不应该停止 都不应该停止 因为真的会有人拒绝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有些人明明看到证据 会否认 其实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这个预言是否准确得很重要 因为很清楚讲到 他有政治 经济 宗教的权 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怕死 因为那时候你全方可能被人杀死 那你不要怕 求神帮你 那怀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看重眼前的人 只想追求今世的财富享受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说 为了赚钱 有时不是享受就是有钱 经常都说 要做工 那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首先自己祈祷先 认罪 你自己家里祈祷先 第一样 第二 就是很难相信神是真是能够帮我们的 就是神是真和真是帮我们的 就是他对这件事很抽象 他说我看不到神 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我们要熟悉 圣经的证据了 第三 懒 不关心神的重要性 那第二 这里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都是这样 第四 就是不肯悔那人离开罪 喜欢享受罪中之乐 有些人就喜欢 他说跟从神要改我的习惯 他不肯 而多玛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 就是他虽然看见耶稣的神迹 但是他会怀疑他 是不是真的从死去复会 但是当他见到耶稣的钉痕和枪痕的时候 他就全心相信和敬拜 所以这个就是多玛回应 并且是马上的 立刻他有回应了 那我们怎样胜过我们的怀疑呢 第一 就是明白我们背后的怀疑背后的原因 就是你怎样去怀疑呢 是不是你不肯相信 因为你看从眼前的东西 因为你不肯跟从 或者你眼前的东西觉得很困难 所以你就不肯相信他 第二 就是处理 譬如你说 我很紧张读书的 那你就跟自己说 我只是想念读书 不代表你读书会好 反而有神祝福你反而是更好 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读书不是最重要的 读书是应该做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世界越来越多灾难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难的 就算你读了书 都未必代表将来的前途是稳定的 因为世界已经不稳定了 所以你处理背后的原因 第三 就是研究各样的证据和问人 看圣经 看书 去找答案 你们很少去找的 你知道我讲的证据 我大部分是自己找出来的 很少人跟我讲的 有部分我是看书 但有很多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 用心去研究 由第三 最后 第四 更正自己的怀疑 全心相信和遵从 我想问大家 你现在的心中有没有对神有点怀疑呢 有没有一点怀疑呢 有谁有点怀疑呢 有谁有点怀疑呢 当你有的时候 我希望你会处理 还有呢 当你说你没有怀疑 或者你有怀疑也好 你说神啊你帮我 并且我会跟从你 真是将这种怀疑除去 譬如在人的关系 如果你的父母和你 或者你父母之间 在家里经常都怀疑 有时你都见到家里有点怀疑 那家里会不会好呢 如果家里经常都 你妈妈经常都怀疑你爸爸的 你爸爸经常都怀疑你妈妈的 你的钱都拿到哪里 为什么那些钱都不见了 你都跑到哪里 你拿到哪里 你拿到哪里 那如果怀疑的时候 那关系不好 所以如果你对神有怀疑的时候 你就说主耶稣你帮我 并且你胜过这个怀疑 将生命给耶稣 既然耶稣发育回来 就算我们人不多 我们可以有神的力量 去影响这个世界 那我来说 我就时少相信 我时少相信 神会使用任何愿意的人 你愿不愿意呢 我就想有多些人 能够跟我一起 能够将耶稣的恩典 带给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一起起身谈讨 主恩代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